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时候曹操已经占领汉宗城了 所以我们第一个目标就是要把汉宗拿回来 先到训练所升级一下 成都的训练所可以升很多级 苏格孔明传这个系列也算是来到尾声了 我自己上字幕的速度没有很快 所以更新的速度就慢了点 也请大家多多见谅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接着来去编程所 斗鱼的兵力已经不适合接下来的战斗了 感谢大嘟嘟的奉献 你好好地休息 接下来就交给凤厨吧 刚刚升级兵力没满 先恢复一下兵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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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出发 出发 经过落成 接着 接着路过落凤坡 我们的目标啊 是阳瓶关 接着路过来的 阳瓶关 守将是夏侯上 韩昊 精一 耿记 只有夏侯上值得我们针对一下 让庞桶跟赵云用火神剂 后面的战斗啊 主要的攻击手段都会以技策为主了 火神剂跟基石剂啊 相害都很高 哦 哦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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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